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内 说了自己的女朋友十次单纯 是你认为别人单纯 你认为别人出去唱歌 发好朋友圈 朋友圈这边有男人就是有问题 你认为他愿意拿50块钱 给一个穿着很好装备的徒步旅游者 还要送人家就是单纯 你认为他出去 你不锁他的手机 他就会找别的男闺蜜就会出问题 这一切证明你很单纯 而且你单纯地认为 你给他一个安定的生活 他就会幸福 作为闺蜜 你就不合格 你就根本不了解你的朋友是个什么人 你怎么配做闺蜜啊 好的闺蜜 你必须了解你的闺蜜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你不了解人家 你给人家做男闺蜜 还号称男闺蜜的时候做得不错 我觉得你男闺蜜的时候做得就不好 能够给一个女孩做好男闺蜜的人 不可能这么自私 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啊 你为了他好 你得他得真的好 你为了他好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啊 他没有觉得你好 难道我为他做了一切 他吃亏了吗 他没有吃亏 但他不幸福 姑娘你学什么专业的 广告 我们公司有广告业务 你可以应聘一下 但是你必须成绩优秀才可以被录取 你让一个学广告专业的跟你回 不是人家的家乡 你的家乡 人家怎么拓展业务 我觉得你们俩啊 既然曾经是闺蜜 而且应该都是很好学 很能学习的人 只不过是在对待感情上的观点不但相同 我真心地希望你们做一辈子的好闺蜜 好 谢谢 谢谢郭导 其实两个人都单纯 但为什么男生口口声声说女生单纯 其实他说的不是单纯 他的潜台词是 我聪明 我能保护你 我能帮你食谱旁边那些 对你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人 不就这意思吗 但其实不是聪明不聪明的事 我所看到的不是你比他聪明 我所看到的是 一个是勇敢 一个是懦弱 如果在认识他之前 他有前男友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他的闺蜜 你就很懦弱 你不敢施爱 我去这家人 他想要给你别让我看你 我都不然一样 他想要给你 如果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